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反送中示威 最后是多次演变成了暴力冲突 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 而在这一波的街头示威当中 有几个关键人物 分别是来自香港众志组织的前成员 黄之锋 林朗燕和周庭 他们因为涉嫌在去年6月21号 号召示威者包围香港警察总部 因而在今年的7月份 被控煽动他人组织或参与 未经批准的集会等等的罪名 而相关的案件在今天正式开审 但是在开审的前一天 黄之锋他是率先预告 他们三人在寻求律师的意见之后 决定认罪 而今天法官在三人认罪之后 宣布将会在12月2号 针对相关的案件做出判决 而黄之锋 林朗燕和周庭三人 将会被拘留直到法庭下判为止 黄之锋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如果他的罪名成立的话 预计将会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 林朗燕和周庭 涉嫌在去年号召示威者 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与师 今天开审 在进入法庭前 黄之锋接受媒体访问时 呼吁大众不要放弃社会运动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法庭下判决 我正在准备到自由的资源 我准备到自由的资源 另一名被控的香港众志前成员周庭则透露 他即将要面对人生第一次坐牢 虽然对未知的判决忒忑不安 但他也希望大家要继续抗争到底 当然我对很多未知的未来 包括是未来的判决 会有很多不同的不安 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有很多比我们牺牲得更多的手足们 朋友们 可能他们是面对更加困难的处境